等著要批貨去宜蘭各地賣 因為我們這邊船從外地來到這邊卸貨 所以先進這邊 然後宜蘭各地的船 各地的人也會來這邊買東西過去 因為那個河道一直延伸到宜蘭內陸後地 到原山啊 聽說也可以到三星 三星、原山、宜蘭市 所以貨物就從這邊進來再出去 那這邊因為很有錢 所以它的房子蓋得很特別 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我們大概 因為歷史的變化可以從門牌看出來 像陶瓷的門牌它寫著宜蘭頭圍莊 那個是日據時代的門牌 我一直覺得日據時代的門牌滿漂亮的 用陶瓷燒的感覺還滿有質感的 然後後來這邊 後來這邊的門牌 小的那個是更早時候的 國民政府剛來的所有門牌 然後這個後來又是新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從門牌 就可以看到歷史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新的是塑膠的 這邊沒有貼額 對面那個白色那個塑膠的 那個就是最新的門牌 那它憲政府現在等去完 它會到後來會捕捉人家來 你們下次來搞不好它就是一個有開放的 開放的什麼街 這一棟是不是進行在蓋子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張妮人 就這樣說 對面的感覺